我们上一次课编写了一个红外感应器的驱动程序 编写了最简单的框架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写了一个设备数 对于总线设备驱动模型 总线是编帮我们做的 我们要去注册一个platform driver 我们要去注册一个platform device 对platform device 你可以用.11文件来构造一个结构体 注册一个结构体 也可以在设备数文件里面增加一个节点 我们增加了一个节点 来看看 我们增加的这个节点非常的简单 它里面有两个属性 这个属性可以用来找到驱动程序 找到对应的platform driver 下面这个呢 下面这个是用来描述硬件的信息 那么在这边 我们编写了一个.c文件 来看看这点色文件 看一个驱动程序 从它的用口按住开始看 在用卡顺里面 你看 我们去注册一个platform driver 好了 我们就回顾到这里 现在这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事情 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呢 你看 我们想写出这么一个模块的驱动程序 当人靠近它的时候 它的电频会发生变化 我们的应用程序 可以去读出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 我们的应用程序不需要做那么复杂 上面是APP 它去open就可以了 然后去读 下面呢 你甚至不需要提供open函数 你只需要提供一个驱动程序的读函数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写出程序 咱们现在是做实战 我再写一遍的话 实际上我之前已经写了很多遍了 我们的第五篇里面 我们官网里面第五篇 我已经现场写了很多驱动程序 我再去重新写一遍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看看 你们怎么写 在第五篇里面 我们写了按键的驱动程序 对于红外感应器 它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一个按键 你看 我们使用机票纸系统 编写了按键的驱动程序 在6L上有 在157上有 好 在上一节视频 我们 有了这些读函数 破函数 有了这么一个结构体 我们现在在哪里 注册这个结构体呢 好了 给大家填充一下代码 我们应该在普罗盘序里面 做什么事情 或者在U-Country里面 做什么事情 现在第一步 要去调用Register 刷Divide 在哪里注册 然后 要去创建 一个类 要在类下面 创建 Divide 这三个函数 在哪里调用 会比较好 你们现在可以 先写出一个框架 给大家五分钟 你看我们现在还是写框架 对于真正的硬件操作 我们等会会来实现 读函数 读函数 或者破函数 到时候我们会去操作硬件 我们先写出一个框架 我们先写出一个框架 给大家写出一个框架 给大家写出一个框架 大家如果在电脑旁边的话 大家如果在电脑旁边的话 一定要自己写 因为上节视频 我们Q群里面的同学 我看出来了 有些同学 第一个程序都还没有写过 结果听了十多节课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来我们Q群里面的同学 从上周 上周四讲课到今天 过了四五天 应该是还没有去写程序 设备数的代码 我都放在Q群里面了 好 就是说 我写没有用的 你们都不写也没什么用处 来我们来看看 我现在直接把以前写的代码 拷贝过去 以前我们用一个程序 来总结驱动程序机制的时候 有这些非常复杂的代码 我们把其中一个驱动程序打开 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在右肯杂树去注写一个platform drive 在pro盘树里面 去注册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但是我觉得在右肯杂树里面去注册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去创建class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在右肯杂树里面去注册一个platform drive 但是我还会先去注册一个tradivide 这tradivide最终是给应用程序用的 来我们来注册这个结构体 sr501名字不重要 主设备号 我们让系统给我们分配 你看我们注册一个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传入主设备号为0 由一样系统给我们分配 注册成功之后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class 这class它并不是c++里面的类 它只是名字刚好是class 它的结构体刚好是class而已 sr501class 在用款数里面我们去注册一个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然后创建这个类 实际上一旦你有了这个节点 一旦你注册了这个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你在内核里面就已经有了某一个 或者说这么说吧 我们现在创建了 我们现在注册了一个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创建的类 这个创建类现在还没什么用处 这个时候在内核里面就在某个数组里面 try divide数组里面 而这个数组里面就有某一项 某一项 里面的结构体会指向 我们辛辛苦苦构造出来的 sr501driver 取名为driver 很容易让你们混淆 那么我们把它改个名字 因为你看这里有平台driver 还有我们自己的制服设备驱动程序 这driver太多 我担心你们混淆 那么我干脆把它改个名字 这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我把这个条件都创建的 分不较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用 多分 坏 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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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这个数组里面有某一项 某一项里面 你看 这一项 它里面会有某个结构体 会指向我们构造好的这个F-Operation 这Operation里面有什么呢 有略函数 有破函数 这就意味着以后我们的应用程序 它去打开这个节点之后 打开某个节点 等我再讲这个节点 打开之后就可以去读 就可以去Po 最终就会调用到 这里面的读函数 这里面的Po函数 你看 那么这个节点哪来的呀 我们还没有在下面 我们并没有去调用Device Create 所以说内核系统它不会帮你自动创建节点 这个时候我们的驱动程序 它确实提供了这些功能 但是你的应用程序想去访问它的话 你得去手工make a node make a node 要device xy也好 字符设备 某个主设备号 某个次设备号 以后你就可以去打开这个节点了 在这里呢 你看 我们现在执行到这里 这个结构体里面 假设啊 假设我们想去实现这个函数 我们想去实现里面的略函数 但是你要去读哪个引脚呀 你要去读什么东西呀 你根本就还没有硬件信息 所以说 我们还得在Profile处里面 去做更多的事情 在Profile处里面干嘛呢 第一 获得 然后 第二 Device Create 我们把DeviceCreate放到这里来 为什么呢 我们在内核里面 你看 这里有一个节点 它可能又给你多弄几个节点 我们的驱动程序 它可以支持一个节点 甚至你可以让它支持两个节点 当我发现我支持一个节点的时候 这个节点被转换成 Platform Divide 我支持一个节点 这Profile处就被调用一次 发现一个节点 这Profile处就调用一次 调用一次成功的话 就调用DivideCreate 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也就是说 你看 在这个总线 驱动 设备模型里 设备数里面的某一个节点 可以转换成一个Platform Divide 设备数里面可能有多个节点 它会转换成多个Platform Divide 它注册进来之后 这个Driver会跟它一一匹配 匹配成功的话 就调用Platform Divide 就调用Platform Divide 如果你想让你的驱动程序 写得比较完善的话 你在这里面 你应该 记录一下很多信息 我发现一个设备 我就去获得硬件信息 并且要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做得那么复杂 我们只让它支持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我们只让它支持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 大家要去写出这个Platform 在Platform 里面 怎么去获得硬件信息 硬件信息是什么东西 硬件信息就是我们刚才在设备书里面 描述的这些GPIO 你怎么去获得这些GPIO 设备数节点会被转换成平台设备 我们在代码里面 怎么去获得这个设备节点里面的 引脚信息 视频在这里 文档在这里 打开我们的完全手册 全部折叠 找到驱动开发基础 找到GPIO和Pink Control 系统 在驱动程序中调用GPIO 纸系统 你看 就几个函数而已 首先你要去获得GPIO 第二 我现在要你们去实现 Proper用GPIO 纸系统 调用GPIO 纸系统 GPIO 纸系统 得到GPIO 纸系统 得到GPIO 纸系统 我现在给你们演示一半 GPIO 纸系统 我们怎么去获得呢 你看 这里要传有一个设备 传有一个名字 传有 flag 我现在给我们的GPIO 纸系统 搜索一下 看别人怎么用 好了 看到这里 你随便找都可以找得出来 你得传有一个divine结构体 传有个名字 这里是输出高低电瓶等等 你是还是输入 好了 我们现在让你们来实验Pro 盘数 我现在给我们的GPIO 纸系统 我把这个半成品放到QQ群里去 好 好 我也给大家五分钟写一下 我们八点钟再讲 好 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代码 写的不对没关系 调试的时候自然会让你知道 多调试一下 你自然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来看看 我们的设备书是怎样的 我们的设备书是怎样的 获得这个设备里面的某个GPIO 这里是传有一个名字 这名字是什么的名字 是GPIO的名字 在这GPIO里面没有名字呀 你看 也许前面他可以加上某些名字 XXX-GPIO 但现在他并没有加上这么一个前缀 所以说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设置为空 来 再来看看 那么假设这个GPIO里面 他有多个引脚呢 对吧 你GPIOS 你不是有S吗 我写了这么一个引脚 我再写另外一个引脚呢 那么这个函 他用什么函数来取出第0个引脚 取出第1个引脚 看还有没有其他函数 GPIOGAT INDEX 看到这里 如果你确定你的设备数里面 只有一个引脚的话 你就可以用GPIOGAT 如果你不确定有多少个引脚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GPIOGAT INDEX 我们来看看这函数 我们来看看这函数 GPIOGAT INDEX 来看看它的参数 获得哪一个设备名字 获得什么名字的引脚 获得那些引脚里面的哪一个引脚 还可以存入一个FLAG 好 这就是一些简单的差别而已 你看 我们在在单面积里面 使用各种HELC 来操作引脚 在Linux里面呢 你可以使用GPIO值系统 你使用HELC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关心寄存器 你使用GPIO值系统的时候 也根本不关心寄存器 好 我们现在把代码补全 来参考以前的代码 GPIOGAT GPIOGAT PDI DI 它传入一个指针 这是一个结构体 我们要取指 然后名字是NUM FLAG写为0 它返回指是什么 它返回指是GPIO DISC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Static Struct GPIO 描述 结构体 SR 501 GPIO 你可以判断下返回指 我现在就不去判断了 我假设它成功 当然如果你想做得完整的话 应该去判断下返回指 怎么判断呢 你看我们这位同学已经写出来了 Is error 是不是 error 好 咱们继续往下走 在入款数里面我们已经创建了class 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去创建device就可以了 看它需要什么参数 在下面这里 类 类 sr501class 我在类下面创建一个device 它的父亲写为nom device 你看 这是什么东西 device T什么意思 看这里 好 device T 说的也不清不楚 我们来看看别人怎么构造出这个device T的 在device T里面就含有主次设备号 好 看到这一个 它是别人传进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去调用device create 好 一堆 mkdevice 主设备号 次设备号 次设备号 看后面什么 驱动程序的数据 我们没有 num 后面是一个格式 divice sr501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和planet数就写完了 return0 我为了让你们觉得更加精简 我没有去判断返回值 没有去判断返回值 你们应该去判断返回值 你看 我们在用可行数里面 做了这些事情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在出款数里面把那些事情给卸载掉 给去除掉 然后我们在pro版数里面做了这些事情 以后如果你要去卸载驱动程序的话 那旅目函数里面 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事情给反过来操作一遍 所以说下面 我们可以先不管这些旅目函 我们也可以先不管这个出口函数 咱们先把事情做完 我现在有了硬件信息 我已经有了硬件信息 那么你的这个读函数 你就可以去实现了 我们现在先来做最简单的 以查询方式 应用者去调用读行数的时候 马上返回 马上返回 电评 那么我怎么去返回电评 来看看我们的文档 gpiodget 你要去设置方向 你要去设置它是输入方向 然后可以去get value 在哪里设置方向 在哪里去调用get value 下面你们继续来写代码 大家不要觉得今天的程序简单 我讲完这个框架之后 就会讲中段 讲内核线程 讲定时器 这时候就复杂了 第三 实现略的函数 实现驱动程序的略的函数 实现驱动程序的略的函数 SR501驱动程序的略的函数 怎么实现呢 我把关键代码已经给你弄出来了 至于这个方向 难道每次去调用的时候 你都要去设置方向吗 放在这里面可能不大合适 你们找一个位置来放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写代码了 我们不想在读行书里面来调用 这个设置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在 普罗马书里面来设置方向 我获得了引脚信息之后 我可以来设置它的方向 来看这函数 你看它只需要一个参数 传入你这个结构体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读行书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一个值 我怎么返回值呢 get value 直接返回吗 这样对不对 我应用程序调用读行书的时候 我是想得到数据 你看应用程序调用读行书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调用的 读某个文件 读到数据放在buff里面 想读多大的字节 返回多少字节 所以说你不可以直接返回 但是我们可以先把值给 读出来 来看看返回一个inter 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inter value等于好 你要干嘛呢 要拷贝到这buff里面去 怎么拷贝 copy to user 拷贝 拷贝到哪里去 拷贝到这里去 从哪里拷贝 从这里拷贝 拷贝多大 这四个字节 但也许别人只想读一个字节呢 对吧 在这里你应该就做个判断 哪个更小 哪个更小 3如果小于4的话 那就拷贝 3个字节 否则的话 我最多也拷贝4个字节就足够了 拷贝 拷贝 你拷贝了多少字节 这拷贝 这个长度我们还是把它先算出来 每天要去算两次 拷贝 返回 你看代码就写完了 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 但是也是效率最低的 来看看我们这个图 打开逻辑开发 找到 红外模块 你看 人靠近这个红外模块的时候 它就会 电瓶就会发生变化 在楼道里面 或在你的系统里面 大部分时间 可能根本就没有人来靠近它 大部分时间 这个电瓶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去写一个应用程序 总是需要不断的去读的话 太浪费CPU之人了 也太耗电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用中断 下面我们要改造它 用中断 在改造之前 我先把代码备份一下 刚才是我们的第四个程序 我给大家看一个KL工程 你们随便看一个单边机的工程 就可以知道了 在单边机里面 它怎么去开发 怎么去编写中断函数呢 对单边机来说比较简单 Linux也不复杂 来看看 对于 这种KLinux M3的单边机 你看 复位 它会在固定的地址里 有一个函数 当你按下复位开关之后 CPU就跳来这里执行 还有Hard4 当你的硬件发生错误的时候 CPU就跳到这里来执行 再看下面 当发生外部中断的时候 它就跳到这里来执行 你看 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实现这函数 它没有什么注册的 没有这种注册的说法 比如定时器 什么 你得找到 你得在这个表格里面 找到那个位置 别人都帮你写好了这函数 那么 你去重新实现它就可以了 这肯定是一个Vic函数 你可以去重新写出你一套 写出你的代码 在单面积里面 没有这种注册的 没有这种注册的概念 所谓的注册的概念 只不过是软件上的概念 在单面积里面 如果写得好的驱动程序 写得好的程序 它也可以引入注册中断的概念 就比如说 我们来看看 外部中断0 我们找一个 你看 好 看到这里 外部中断9 到外部中断5 这总共是5个中断 5个中断都合用 合用一个入口函数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引入注册的概念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函数内部 你看 我有一个数组 有一个函数数组 比如说 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数组 外的 没有返回值 新 GPIO 中断 这是一个函数类型 需要存入什么参数 我不需要存入什么参数 好 我先定义 Type Define 我先定义一个函数类型 然后 我再定义一个数组 GPIO 中断数组 这里是 外部中断5到9 的中断函数 这是一个数组 我们这里放5项 那么对于外部中断5 它可能有自己的处理函数 对于外部中断6 可能有另外一个函数 我们为了填充 填充这个数组 我们要先写出一个注册函数 就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 Legist的函数 注册 外部 中断 你得传入一个函数指针 F 你得传入一个中断号 好 比如说中断号 可能是0 0到4 那么我们就可以 在这里 把这个数组里面 外部中断5到9 这个数组里面 你看 我要往这个位置 填充这个函数 这就是所谓的注册 看到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注册 你写的好的单面积程序 也可以使用这种注册的方法 那么 你刚才不是说 这是总入口 当发生这五个中断之一的时候 CPU跳来执行这函数 在函数里面 它干嘛呢 它得去分辨 到底发生的是五号中断 还是六号 还是七号 还是八 还是九 在这里 第一 它要去分辨 怎么分辨呢 要去读寄存器 读寄存器之后 来确定说 发生的中断是哪一个 是零啊 还是一 还是二 你前面这里说是零 对不对 前面这里 你说的是零到四 那后面 你读出寄存器之后 对于第五个 你就把它中断号认为是零 对于第六个 中断号你认为是一 这个中断号 就是一个软件上的概念 然后 我确定中断号之后 我就去调用这个数组里面的某一项 就比如说 这一项 我调用 加上一个括号 这就调用 这就是当面积里面 如果你的成绩写得好的话 也可以考虑这种中断 也可以考虑这种注册 那么在Linux里面 我们不需要做得那么复杂了 在Linux里面 别人早就帮你做好了 这一套机制 这些什么数组 别人都帮你做好了 你需要去做的 就是调用一个函数 request irq 这是虚拟中断号 然后肯定有函数 还有其他flag 那么问题来了 我怎样知道这中断号 第一 第二 获得 中断号 怎么去获得中断号 有两种办法 可以把GPIO 直接转换为中断号 可以在设备数里面 描述中断信息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先用这个办法 先用简单的办法 先做第一步 再做第二步 这就是要你们去完善中断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注册中断呢 那肯定在普罗版书里面 来注册中断会比较好 在普罗版书里面 你看 去申请中断 好 这就是思路 这个可能会复杂一点 但是我们前面 我们的书都有 你也可以从我们的Gate的仓库里面 下载到这些资料的 我们很多资料都是 开放的 我们的直播里面 直播里面 你看 进入双十一开始的这里 重要参考资料 好 这有个文档 还有 第十一 用一个程序 总结驱动机制 在第 十一次课的时候 我们 从 快速入门里面 把这两个驱动程序拿出来了 这两个驱动程序 基本就是极大层的 驱动程序 很多代码都可以从里面参考 好 这个会稍微复杂一点 给大家留点时间来写 留个十分钟 我们说驱动程序 它只是一个被动的 被扁使用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 一直来读的话 那就是 这驱动程序就一直被调用 驱动程序是被动的 如果你想非常快的知道 你想不漏掉数据的话 对于刚才我们写的那种方法 你就只能够不断的读 你看 你只能够不断的读 然后比较前后两次的数据 好 咱们 大家继续完善这pro盘数 在里面添加中断 好 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代码 首先 难道我每次去调用略弹数 你都要去注册一次中断吗 所以说 放在这里肯定是不好的 Request RQ 你可以放在pro盘数里面 你也可以放在 open数里面 你可以再使用一个open数 s2501 driver open 在open栏数里面 我去request RQ 也可以在pro盘数里面 去request RQ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不大 你看 对于那种通用的计算机 通用的驱动程序 它可能考虑的事情比较多 就比如说 我这个引脚 对吧 我这个引脚是中断引脚 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它就接这个SR501 没有人来跟我抢 没有人也会用这个引脚 那么我可以在pro盘数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把它request掉 但是 有点想考虑通用性的话 你就说 在你这个版的里面 它可能接的是501 但在你们公司的 另外一个款版的里面 可能接的是另外一个 所以说 我驱动程序 我可以都写出来 但是用哪一个驱动程序 由应用程序来决定 那么我可以在应用程序这里 在open数里面 你要去open 你要去打开别人了 肯定是想去应用 想去使用它了嘛 我在里面 再次去request IRQ 你甚至可以 把之前 那GPIOget 之前在pro盘数里面 GPIOget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引脚 在什么时候去获得这个引脚 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 open数里面去 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么复杂 我们在pro盘数里面 做就好了 这只是一个 小小的致死点 用到时 再去占用资源 如果你想把驱动程序 写得非常的完善 你可以 使用到时 再 申请 再使用这些资源 上一支课 我们说 对于设备数 好像我们是 不能够用到这个资源 所以说 我们是 of get irq 好像是这个函数 那么现在我们来写代码 你用这个函数的话 给在设备数里面 指定那些中断信息 我们现在先不要做那么复杂 我们可以 把GPIO 直接转换成中断号 来看看 看有没有函数 找到第二篇驱动开发基础 好 没有看到函数 来搜索一下irq 有没有函数 那这里驱动入门 这里讲得很深 你可以不用管那么深 好 在设备数里面 使用中断 这个是设备数里面 指定中断信息 但是我们想找到 怎么通过GPIO指示统 获得中断号 好 对GPIO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GPIO D to IRQ 我们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Static inter IRQ 来 我们需要把它 需要根据 这个GPIO 来获得中断号 返回中断号 返回中断号 IRQ 等于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干嘛呢 我们去request IRQ 来看requestIRQ 我去注册 申请这个中断 我给这个中断提供一个处理函数 这个处理函数长什么样子 这是它的函数类型 把它复制过来 好 之前我们就写了 就就它 我们现在试一个空函数 我要为这个中断 注册一个中断处理函数 然后呢 flag name flag 比较重要 等我再写 名字 SR501 后面这个divine 就作为参数 传给这个函数的 你可以随便写 你可以写一些有意义的词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传入 先不传入吧 随便写 先不用管它那么多 好了 对于GPU中断 我们想让它上升延触发 下降延触发 来看这位同学写出来没有 好 这里有确实 确论 这是上升延 我们可以让它双边延 irqflag irqflag 在这里 来看看有没有下降延 上升延下降延 把两个护下就好了 你应该判断反位置 但是为了让蛋白更加精简 我就不判断反位置了 你看 我们现在就写出了 在profile书里面 我们就获得了中断信息 注册了中断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以前我们读的时候 你看 我直接返回引脚电瓶 现在我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要来改造它了 我们现在可以跟中断联系在一起了 我先来读 来看有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之前没有发生过中断 我就休眠 如果之前发生过中断 之前有数据的话 我直接返回数据 这里要去改造它 来想想 怎么去完善这个略函数 怎么去完善中断 我读函数 没有数据的时候就休眠 由谁唤醒 由中断来唤醒 来实现这个不函数 实现完善中断处理函数 好 咱们现在继续来改代码 我们这略函数 就要做什么事情 以前的这代码 我们不要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有数据就 copy to user 无数据就休眠 那问题来了 你休眠很简单 但是别人怎么唤醒你 别人怎么知道唤醒谁 在中断里面 产生中断肯定是表示 有人靠近或者有人离开了 我就记录数据 然后我得去唤醒别人 唤醒谁 注意了 我们现在这个是驱动程序 它唤醒的是某一个应用程序 唤醒APP 那么这个APP 我去哪里知道是谁 是哪一个APP在等待 注意了 我这里只是一个驱动程序 有别的应用程序 有上层的应用程序来调用我 你看 有上层的应用程序来调用我 所以说 在读函数这里 休眠 还会干嘛呢 放入某个链表 在中断这里 它怎么唤醒 我怎么知道谁在等待数据 去同一个链表 把APP唤醒 所以说我们首先得定义一个链表 好 我们来看看以前的代码 把我们第十一次课 那一个非常复杂的驱动程序打开 我们来参考里面的代码 就是说大家想去读数据 对吧 你看 以前做的很完善 你可以选择非主射方式 咱们现在先不管它 看到后面这里 wait even 好 什么都不用管 先把这个函数找出来再说 等待事件 在等待过程中 我是可以被打断的 你是可以把我唤醒的 好 它怎么说呢 看看这函数 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 它才会去等待 这是某个 某一个condition 某个条件 它有两个参数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是什么 hebs event 有事件 有数据好了 inter inter vq 等待对列 为什么 得放一个等待对列呢 因为我等会中断 我得去哪里找你 我得有一个等待对列 好 来搜索一下 看别人怎么用 很好找 来看看 这是某个结构体里面的某个成员 不大好用 我们直接找 看看有没有别人 直接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有全局变量的话 我们直接拷贝就好了 再搜索一下 好 看到了 等待对列 等待对列 头 初始化 等待对列 头 唤醒 等待 好 你看 这样是我们都找到了 你首先得定义 一个等待对列 这等待对列呢 你得去初始化它 SR501等待对列 看别人怎么做的 你得去初始化 在哪里初始化呢 在用款就初始化好了 看到没有 我们的程序写得越来越复杂了 SR501VQ等待对列 初始化 然后 然后 你初始化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用它了 来看别人怎么用 唤醒 等待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我就等待 如果有数据的话 我就不等待 等待事件 等待什么事件呢 等待有数据 看到没有 我等待事件 我等待有数据的这么一个事件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我就会休眠 有数据的话 好 我就 把之前的代码可以拷费下来了 把之前的代码可以拷费下来了 SR501Data 好 靠近或者松开 它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表示的是 有 有反应 你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中断 你离开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中断 平时它是零 有中断 有中断发生的话 那就表示有数据了 好 我拷贝数据 我把这个数据 直接拷贝到buffer 拷贝完之后 我们要去清除数据 下一次 你再来读的时候 下次再来读的时候 你看 它就又再次休眠 ReturnLang 这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现在先不讲 看大家能不能发现 好 动个端数 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就休眠 我休眠的过程中 被谁唤醒呀 被中断程序唤醒 在中断函数里面 我要记录数据 等于1 然后就唤醒 怎么唤醒 wake up 我去这个队列里 把 等待 数据的进程给唤醒 来看看别的代码 是不是这么做的 wake up 确实如此 好了 你看代码就写完 我们甚至都没有去读取 gpo 因为我们那个红腕模块 对它的特性 它好像就是 你靠近的话会产生中断 你离开的话也会产生中断 我们只要知道有动静就行了 至于是来还是去 我们现在先不管 先做最简单的代码 来看看我们写的这个中断函数 跟单位级里面中断函数有什么差别 在单位级中断函数里面 它直接就处理事情去了 它直接就没有什么唤醒 休眠 唤醒的概念 对于RTOS 它是有这个概念的 在Linux里面 更是有这个概念 我这个应用程序 调用读函数 我不想老是循环 老是循环 那么我可以休眠 那什么时候把我唤醒 发生中断的时候把我唤醒 好 我们该说 这里面会有些问题 来看有什么问题 你看 你被唤醒了 是吧 你拷贝数据过去了 假设 在这个时候 在这里 又发生了中断 在这里再次发生了中断 在中断函数里面 它去设置了这个变量 等于1 好 中断处理完之后 你马上又把它清零了 你是不是就相当于 丢失了一次数据啊 我这里发生了中断 再次获得了一个数据 然后 然后 你看 你马上把我清零了 等你再次来读的时候 你就漏掉了上面这一次 上面的数据 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你可以用环形缓冲区 好 这个程序就写得稍微完善一点了 这个程序需要大家去完善 我会把它放到GitHub里面去 我可以用环形缓冲的 好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问题 为什么一唤醒就马上执行 不不一唤醒他并不能马上执行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休眠 在这里休眠 然后中段把你唤醒了 你要注意到 在另一个系统中是有很多厌恶的 就假设你的是应用程序一 APP1调用了略谈数 进入了驱动程序 在驱动程序的略谈数里面 调用了这个wait even 它休眠了 这时间轴 时间轴在这里 好你休眠了对不对 你休眠了 然后现在是我的另外一个程序在跑 APP2在跑 在APP2运行的过程中 假设在这里又发生了中段 发生了你的中段 在中段里面 它把你唤醒了 好 把你唤醒了 这时候 你并不一定能够马上运行 你凭什么呀 我APP2还在跑着呢 我APP2的时间还没用完了 凭什么就轮到你来运行呀 你的优先机又没比我高 对不对 你的优先机并不一定比我高 就说在这里面被唤醒之后 好 有可能 仍然是 APP2 再跑一阵子 然后 APP3 再跑一阵子 再轮到你的APP1 轮到APP1的时候 它从哪里运行呢 从这里开始运行 这个时候 是APP1 运行 APP1 从这里开始运行 你之前不在这里等待吗 在这里休眠吗 在这里休眠 在这里休眠 一路进去 总之 它会在某一个函数里面休眠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 它从 waiter even函数里面 终于从里面走出来了 继续往下跑 继续copy to user 然后 return copy to user 然后return return之后 就回到了用户空间 继续你的APP1 还可以再运行一会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在做Linux 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多应用 多现成的概念 APP1 运行过程中 调用ret 进入到内核 在里面休眠 在休眠的过程中 肯定有其他运行 其他程序在跑 在其他程序跑的运行过程中 发生了中断 中断的函数 肯定会打断应用程序的 在中断 它唤醒你了 唤醒你的 在这个点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我唤醒了 这个应用程序 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 它凭什么 它都睡了一大觉了 它凭什么 可以马上抢占APP2 它的优先级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所以说 唤醒应用程序1之后 应用程序1 并不一定能够马上执行 它可能还会去 继续运行APP2 又继续运行APP3 总之会轮到APP1的 在什么时候轮到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 轮到APP1的时候 你看它从哪里运行 之前你在这里面休眠 它从这里面跳出来 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 返回到用户空间 上面是用户空间 下面是内核空间 好 咱们进完了课程 就讲到这里 刚才Q群里面 有同学在问 为什么要make a note make a note 我们之前讲的时候 就讲过来 我们在内核里面 有驱动程序 你可以认为有一个 TRA device 数组 里面有很多项 比如说DM项 我想去访问DM项的驱动程序 怎么访问呢 你得有一个设备节点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要去open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它有三个属性 它是制服设备节点 它有主设备号 它有次设备号 一般来说 我们根据主设备号 在这个数组里面 找到这一项 好 那么这个节点 怎么创建的 这个节点 有两种办法来创建 创建节点 我们这个直播 在前面的课程里 可能是第一节 还是第二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讲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来执行 make a node 来创建节点 也可以让系统 自动创建 自动创建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有class create 有device create 没有这两个的话 系统是没有办法帮你 自动创建节点的 你就只能够用make a node make a node的目的是干嘛 是给open栏数 一个节点 一个文件 open栏数 打开这个文件 才可以打开驱动程序 嗯 的 小节目 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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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这个问题我看看啊 这个问题还比较多 不 htm32 在freeatos里面 或者articolio里面 他们都可以使用 他们本身就可以使用线程 在这两种操作系统里面 他们的中段也是可以嵌套的 Linux中段能不能够嵌套 你这些问题都比较深入 大家我在下节课 我再总结一下吧 下一节课我再来回答你 我再来回答我 再来回答我 我再来回答我 再来回答你 我们这个程序肯定会有一堆问题 肯定没有办法运行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把它调试 把它调试通过 我的翅膀空间很大 我的翅膀空间很大 希望我们另外一个直播平台给力一点 否则的话今晚的很多东西就没了 我在这个保存不下来 我现在的保存不下来 好 咱们先不管它了 我先把代码给大家上传了 好 今晚的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下课了 请大家去完善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还不能运行 我先去完善这个程序 这次进行完善这个程序 咕噓 喷 鸟 鸟 我 鸟 鸟 鸟 我们RTOS培训班里面 很多人讨论问题 如果你们只有多讨论 我才知道你们需要补充哪些知识 群力氛围沉重吗 好 各位 咱们今晚就讲到这里 我们Q群同学不多 说说B站里面的同学也可以提问 我刚才看到一些提问了 但是今天的电脑有点问题 我没能回答 今晚可能上传不了 今晚的视频崩了很多次 我们得去另外一个平台里面把它导出来 我们的回放都会上传的 都会上传到B站的 好了 各位再见了 联系捧场哨节目 我还没积送到B站里面的 我这次来音乐鞋里面的 我们应该来摩擦 我们来与到B站里面的 去天子她使的 我们都会在整个雨里面的 前方的虚伴